一个是兢兢业业为党国效力的学霸 一个是点头哈腰为贪官跑腿的学渣 本来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非要在一个屋檐下做事 彼此谁都看不惯对方 甚至成为死敌也绝不含糊 两个人如果生在当下 你觉得谁能笑到最后 谁都知道论才华 实力跟背景 齐公子可以甩电小二几条街 可是内战初期的沈阳 主要看的还是智商跟情商 如果单比这两点 齐公子恐怕坐飞机也拧不上电小二 他不奢望老师李维公能跟自己一样一心抱脱 客观判断 没成想老师的第一个问题 就让他大失所望 我们说 他们给你安排的官邸 让你给咀嚼了 难道先生希望我与他们同流合污吗 放肆 齐公子根本不屑去玩什么语言技巧 所以上来就直接说事 结果自然是得不到他想要的 在581仓库弄出了大量物资 转手卖的工当 这说明 他们已经为了前途 是党头的利益于不顾吗 没有证据 你这个最多只能是个推测 就算这批东西最后落到了共产党手里 于秀宁他们也是被蒙在鼓里的 许忠义的凯迪拉克送的多吉时 如果在齐公子之后 那刚才回复齐公子的定是另一个版本 俗话说接人不接短 接下来齐公子又开始接老师的短了 记得您在重庆的时候说过 绝对不能给许忠义任何爬上去的机会 要不然像他这种人会误导误魔的 你是说我不该把许忠义弄出来吧 我不是这个意思 第一句话就说得老师不爱听了 那接下来再议政言辞的话 李维公也根本就听不进去 不过作为领导 李维公还必须平衡好这个关系 他本想转移话题 让齐公子把精力用在蒙公场 可接下来齐公子再次用他的议政言辞顶装老师 许忠义他已经被共产党们收买了 一派胡言 再次惹怒李维公 齐公子此刻还没想明白为啥老师处处维护他们 直到走出门口 看见老师门前停放的豪车 加上老师第三次回头为他们讲 许忠义我还是了解的 把你刚才说过的话忘了 这个车打烂了吗 硬打过来来 用的什么烂呀 肯定不是好烂 搞一点好烂的 进口的多打两边 好车配好辣吗 他瞬间明白了一切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咱们再看看店小二是怎么做的 第一次正式会议他去见了新上人 但一进门板时到的理由说得特别充分 这老师头一次招集会你怎么能知道呢 那个 按主任的意思是年底的 给大家办点年货 按老师的意思挨个发了一圈红包 李维公自然满怀欣喜 怎么样 总务科科长这个人选 我是选对了吧 第二回合当着领导面 要给死敌齐公子换豪宅 可齐公子非但没领情 还把场面弄得极为尴尬 第三回合 店小二拿出进口化妆品给顾玉飞 却把人情送给了于秀宁 刚刚缓解了一下尴尬的气氛 齐公子声声地把单大推向了高潮 这会开完了吗 我有些话要单独跟你聊聊 齐公子的急事就是针对店小二的 你觉得他能成功吗 这就我说 请不开